對 女孩子 尤其是女孩子 每個月會有這個驚奇 這個應該是最顯著的一個影響 我要講一件也是很 我們現代人很常見的 因為我們台灣自服務業為導向的 我們發現有一種疾病叫做 微笑型憂鬱症 就是它什麼意思呢 在笑可是它很憂鬱 對 它上班的時候 老闆說客戶至上 服務至上 所以你一定要擺出 最大的服務業的笑容 可是它回家所有的 叫做圓形毕露 所有的情緒要回家發現 就發洩在自己的家人身上 對 所以它的所有內分泌 可是上班它必須要 盡忠職守 要有這種服務業的精神 所以這也是我們現代人 憂鬱症的前兆特別要注意 就是正常的宣發很重要 可是不能差距那麼大 是 自己要找到 情緒的出口的管道 對 所以我們心理學上 其實像羅醫師剛才講 有另外一個名稱叫做 C型人格 有沒有聽過A型人格嗎 就是沒有耐心 那C呢 其實就是說 它容易壓抑自己的負面情緒 那我外的研究是發現說 如果你是這種C型人格 容易壓抑自己負面情緒 你得到什麼疾病的機率最大呢 C就是癌症 而且特別是跟... 對 內分泌有關的 這些腺體的癌症 例如說乳癌 譬如說攝護癌 對... 所以這個其實也是很... 很傷腦筋很致命的一點 所以其實我在臨床上 這個不是正式的原因 你在臨床上看到很多 那種就是大老婆 然後先生就是習慣性出軌的 發現說好多 來了一年兩年之後 突然沒來了 然後打電話關心 得了乳癌了 得了這些 跟內分泌有關的癌症 所以真的要好好的善待自己 對 我有個朋友 最喜歡說的口頭傳就是 請你幫助你自己 對 每一個人都要幫助我們自己嘛 因為我們自己的情緒 我們自己的個性等等 EQD什麼 其實我們自己會很了解 只是看我們願不願意去面對 這樣子 請教一下邱老師 像你們每天都面對 因為通常很開心 應該比較少找你們嘛 對 不會來找 很開心說 我要去跟心理講 不會 通常都遇到困難的時候 會去傾訴嘛 對 你們怎麼去處理這一些 這麼多的情緒 你們自己怎麼去消化 對 有人都說 那你當心理師是不是 就是那種負面情緒的垃圾桶 我說如果是當垃圾桶的話 大概也很快就滿了 所以我們都要 修煉成為分化爐 把它燒掉是不是 意思就是說 其實如果要從事相關的行業 例如像社工師也實習也是 就是自己要有一套調適的方法 那我自己調適的方法是運動 像我經常就是早上起來 我太太小孩都還在睡 我已經去運動了 又回來了 那這有一個什麼樣的效果呢 就是如果說一個人的一天 是一個天平 左邊是你愛自己 右邊是你愛別人 為別人做事情 那通常都是為別人做得比較多嘛 那如果說你能夠像我一樣 在一天當中第一件事情 醒來第一件事情 先為自己 先為自己做一些事情 讓自己開心的事情 接下來中午下午晚上 你這個天平的另外一邊 為別人做事情 即使再多你心理上會產生一種 比較平衡 平衡的假 我們說假象啦 或自我吹眠不管 但其實對自己你會先有個交代 我早上就做了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所以你會覺得你已經照顧了自己了 你已經幫助自己了 是 對 那有些人是 例如說他可能每天有十五分鐘二十分鐘 沈浸在他的嗜好裡面 對 那有人就挑戰我 有一次我演講就有人挑戰我 他說 舅心理事 唯一會讓我心情好的事情就是旅遊耶 我怎麼每天旅遊啊 我說你不能每天旅遊 但是你可以每天神遊 你可以上網看看一些旅遊達人的拍的照片 越想越憂鬱 越想越憂鬱都去不了 其實每個人都要找到自己調 調整自己情緒的方法 對 甚至每天花一點時間做做白日夢 其實也不錯 對 那記住 你心情不好 好的是誰 是我 我的聲音會越來越好 我不需要 是 OK 好 所以 怎麼要去自我調整 真的是每一個人的功課 這個非常重要 那亂發脾氣 不只造成我們身體的機能受創 我們的皮膚也會出狀況 這個是很多愛美女生不能接受的 的確 看很多女孩子 色斑 對 你看臉上那個 那個是毒斑嗎 對 一樣 你發現 就是說很多女孩子 在更年期前後 女士她在發現她臉部 顴骨的地方 很容易有一些色斑對不對 就代表一種內分泌 她的比較退化 其實在我們現在有發現 越來越多年輕的小姐 她本身這個 顴骨或顴骨周圍 我們中間叫乾驅 發現她有這些色素斑 其實也是代表 你的皮膚的免疫系統 也比較老化了 我們知道皮膚要就要多喝水 所以這時候鼓勵 你就是要多喝水 然後把我們的皮膚 你這些毛囊裡面的毒素 做一些代謝 偏酸性的體質的部分 來做一些代謝 所以多喝水是有幫助的 還包含秋葉是提到運動 當然是要預防紫外線 再次的二次傷害 所以也就是說發脾氣 對我們皮膚真的是比較好 你的皮膚比較容易乾燥 容易起這些色素斑點的 好 怎麼樣吃 讓皮膚好一點 其實我們早上如果能夠 打個蔬果汁 蔬菜水果汁 然後來取代你早上 本來習慣喝的奶茶 咖啡等等 其實就是滿不錯的 如果說你沒有辦法 早上起來打杯新鮮果汁的話 那怎麼辦呢 其實我們可以在前一天晚上 先準備一盒水果盒 如果你覺得下午疲倦的時候 或是你覺得現在很不舒服 你就拿出你的水果來吃 這樣是比較好一個建議跟選擇 而且這樣也比較能夠達到 我們的蔬菜水果的需求 的需求 那個分量才足夠 沒錯 法國的研究都發現說 像他們是拿100多位上班族的女性 然後給他們一個控制的實驗 有一組的人是七天之內沒什麼壓力 有一組的人七天之內 給他們比較大的壓力 結果發現壓力大的那一組 在七天之內自己跟自己比較 七天前跟七天後 他的皮膚裡面黑色素母細胞的濃度 上升了百分之五十二 好高喔 對 所以你看我們中國的古人說 人家在睡硬糖會發黑的 其實不只硬糖 全臉全身都會 因為你的黑色素母細胞的濃度是 上升了百分之七天之內 上升百分之五十二 七天很短耶 很短 對 影響很大喔 沒錯 是 OK 所以保持心情的愉快 是多麼重要的 最便宜的美容的方式 最便宜美容的方法 就是心情愉快 而且心情愉快也會感染到別人 好 這個 所以保持心情愉快是非常重要的 再來就是心理疾病 可能就會應運而生了 是 如果沒有管理好自己的情緒 不管是說亂發脾氣 或者壓抑脾氣 其實我們發現 都說跟一些心理疾病 有比較大的相關 有三種 第一種是 憂鬱症 第二個是 恐慌症 第三個是 教育症 對 那就曾經有碰到一個大學的教授 他其實工作壓力很大 又要教學 又要研究 然後又要做一些社區服務 然後呢 但是他表現都很好 他也以為自己撐得住 直到有一天 他上課的時候 轉過去寫黑板 寫完之後轉過來 要跟學生講解的時候 發現 怎麼做話來了 結果那一堂課 他竟然還是能夠強作鎮定 把那一堂課全部都用寫黑板 那表示他真的是很驚 很驚 後來下課之後 他趕快發簡訊給他太太 說我這樣這樣了 你趕快帶我去看醫生 結果我們一診斷發現說 他是這個巨大 長期而且巨大壓力之後 產生了一種 暫時失語症 暫時失語症 那後來也看到其他的案例就是說 是因為壓力大或者平常亂發脾氣 得了暫時失聰症也有 突然之間什麼話都聽不到了 什麼聲音都聽不到了 是 對 所以這種因為情緒 影響到身體心理的狀況 身體心理是層出不窮的 我有一個很好的同學 他後來到澳洲去念了醫學院 然後他回來台灣 他念的是脊椎神經 他就自己開業 他也是職業了大概七八年的 某一天 他突然沒辦法在 除了他家以外的地方吃飯 沒辦法吃 他只要一吃 他就會吐出來 然後後來經過了這個心理師 或是去了一些身心科的診斷 發現他也是這種暫時性的 因為他壓力 自己開診的壓力很大 加上他跟他老婆奮戰了很久 一直生不出孩子 他覺得壓力非常非常大 然後突然就完全沒辦法 在外人面前吃飯 然後他只要一吃就吐出來 所以他都必須要在 開診的中午回家去吃飯 跟他老婆可以 然後晚上回家 他說他整整兩年耶 他整整兩年他才能夠走出來 才能夠跟我們坐在一個桌子 同桌吃飯 所以這種 連醫生也自己會遇到這種狀況 然後自己要去慢慢的去 去紓解 要慢慢的自己走出來 所以這種心理疾病 真的是各種各樣可能都會 發生 對 其實我們說 有誰喜歡亂發脾氣 一定都是當下壓力很大的時候 所以其實各國的統計 應該都差不多 就是說你去調查那些 去醫院掛號的人 為什麼來掛號 食物是叫做快樂食物 可以幫助